彰化县政府民政处为提升服务品质 期望对各村里环境有及时改善的效益 近年来推动办理的地方基层小型建设 满足了县民的实质需求 让各项县政建设得以顺利推展 我们彰化县政府每年都有匡列预算 来补助我们村里的一些小型的工程 然后原则上我们是以一村里 不要超过十万块为原则 然后我们会全额来补助我们的村里办公室 以最小的经费 然后来让我们的村里 有一个非常生活的很大的提升 而且一个重点就是 因为我们的预算不是很多 变成就是很多需要一些志工的地方 都是由我们村里的一些志工一些朋友 一起来帮忙来施作 变成让我们的每个村里的里民 村民一个向心力 让有他们一个共同参与的那一种感觉 而以后包括说他整个维护 也是由我们这个志工来负责 我相信整个这个经费不是很多 但是对我们整个环境 我们整个生活品质 它的提升是非常的大 我们都知道村里是最贴近居民生活的环节 小型的急需要的我们来执行 所以我举例去发现什么地方需要做的 我们来请示公所 请示县政府哪一个地方可以争取他监会 然后不足的地方呢 我们就带志工大队来整理 包括我本身参加志工大队来整理环境 所以带动之下呢 让村民对村办公处有一种向心力 然后我们村里大家一起工作了 大家会亲善利会很足够 大家能够合作为我们村里做最佳的建设 本罪村里基层小建设你我生活大提升的意志 虽然补助经费有限 但在公所村里长热心民众及志工凝聚共事 齐心努力下 你我生活环境形态不经意间已改变 期待全民能共同爱惜使用公务并协助维护管理 一起营造出村里环境的崭新风貌 共创美好生活环境